快快快,你看我在横线上输入文字后,文字参差不齐,太难看了,怎么办呀? 别急,成哥教你轻松搞定。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下滑项是用敲空格的方式添加的。 解决方法是这样的,在菜大廊点插入表格,绘制一个三列七行的表格。 在第一列所有单元格内输入名称,在第二列所有单元格内输入某号。 接着全选表格,然后在菜单栏调整字体和字体大小。 再把表格每列的宽度调整一下,调整到合适的一个大小。 全选表格,再集中一下表格。 接着,框选第一单元格,每称,然后压康处奖不松手,再去把其他单元格内的每称选中。 接着,在段落选项中,找到这一个胖胖的A,叫中文榜式。 在中文榜式中,选择调整宽度。 新文榜式宽度输入第一列数字最多的一个字符,这里为四个字符,然后点击确定。 接着,全选表格,在调字格中选择无框项。 再把鼠标放在第三列上方位置,便为向下的黑色降头时,点击一下,选定第三列。 然后,在菜单狼段落选项中,调字格中,选择内部框项。 接着,再选择下框项。 这样再去输入内容的时候,就不会出现蹭差不齐的问题了。 你学会了吗? 关注诚哥,学习更多办公技巧。